大家好,感谢收看娱乐小飞机 至今日他们在舞台上的表演还让人记忆忧心 追光把哥哥虽然热度和话题度没有隔壁浪姐那么高 中途也经历了很多曲折 2月27日观众们终于迎来了追光把哥哥总决赛现场 那么这一期节目又有哪些看点呢 1.谈剑次夺冠 在追光把哥哥21位哥哥里 谈剑次夺冠的结果想必观众都不会有意义 它是真的实至名归 从节目开始 谈剑次就呈现出了一个专业偶像唱跳歌手的专业素养 不管是唱歌跳舞还是带队 他的表现都很优异 所以最终成为追光把哥哥总决选里的年度追光之星 是实力和观众喜爱度的双赢 此外 胡夏 刘维 傅龙飞 程志鹏 于蒙龙 傅新伯这六人也成为坐上追光之星席位 胡夏作为第一个坐上追光之星席位的哥哥 在知名度和观众喜爱度 以及实力上都是很不错的 在大家的认知里 胡夏只会唱歌并不会舞蹈 但是在追光把哥哥里 他让观众看到了不一样的胡夏 而其他几位哥哥 刘维能够获胜 其实和当天的节目赛制有很大的关系 在PK环节里 刘维选择了实力相对靠后的应小天PK 而没有选择坦剑刺 傅龙飞或者萧顺饶等人PK 这也势必让他拿到了一张安全牌 至于于朱萌龙和丁泽仁的PK 朱萌龙的整体舞台表现是不如丁泽仁的 这一点从选曲和舞蹈都能看出两者之间的差距 但是于朦龙人气比丁泽仁高 丁泽仁落败都在观众的预期之中 至于傅新博和萧顺饶之间的PK 萧顺饶在节目里一直都是炮灰一样的存在 人气靠后排名靠后 想要赢得比赛没有逆天改命的剧本 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逆袭的 二应小天放飞自我 在追光把哥哥里 应小天绝对是和杜淳一样不容忽视的存在 杜淳引人注目的点在于杜淳由衷带憨 尤其是舞台上她一脸认真的舞蹈动作 却给人一种跳军体操的及时感 如果说杜淳还有一些偶像包袱 在意别人的看法会自嘲几句 那么一小天完全就是放飞自我 中毒以身的典型了 杜淳的海澜之家 风格舞蹈一直贯穿追光把哥哥 她在节目里一直给人一种非常放松乐观的姿态 这一次在总决选礼和刘维的舞台PK过程中 在刘维纠结选谁PK的时候 应小天当即表示自己太困了 让刘维选择她PK 简直不要太随性 而在表演的最后 应小天更是放飞自我 突然滑到镜头面前 做出了一个比较夸张的表情 吓得在场 其他助阵的嘉宾和选手们不敢看 估计当场被应小天出人意料的举动 都给吓得不知道做出什么反应了 其实应小天作为一个专业演员 唱跳本来就不是她的本质业务 她之所以让刘维选自己 想来就是有这方面的考量 她知道自己不会成团 所以还不如放飞自我 抱着玩一玩的心态 在节目的最后 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是好的 所以在舞台上她才会有那样的举动 三 爱哭的陈志鹏运气都不会太差 陈志鹏在刚参加追光把哥哥时 他是不太讨喜的 原因是在第一期节目 他把爱福杰尼当成了服务员 之后在选宿舍的时候 很多哥哥因为陈志鹏的资历等原因 都不太愿意和他住在一起 但是随着节目播出 不只是哥哥们 观众也看出了陈志鹏是一个 非常感性真实的人 他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情绪 比如前几期组队时 他不喜欢谈剑刺选人的方式 就当即表现出了自己的不满 尽管会给人一种 不是很好相处的感觉 但他又非常容易被哥哥们打动 常常在节目里掉眼泪 在最后一期节目里 他一直都希望李文汉能够获胜 当李文汉在PK时 他一直都为李文汉打Q 李文汉PK失败之后 陈志鹏哭得伤心不已 而他本人绞受了伤 还坚持和队友们一起上台表演 自己的solo舞台也完成得很好 最后他在PK中获胜 获得了追光之星的称号 尽管没有成为年度追光之星 但是能够在21位哥哥里拥有一席之地 也算是捍卫了初代男团的尊严和地位了吧